勾在葛思琪他昨天開直播透露說 他的消息來源好像被施壓了 他最近是不斷的爆料民進黨立委王定宇 曾經帶著美女來見前總統蔡英文 更貼出了王定宇傳給女生說 我想要你的曖昧對話截圖 而王定宇11日就委託了律師要來提告 不過雙方是隔空持續互嗆 而葛思琪也說他的消息來源出了狀況 葛思琪強調過去的爆料到現在沒有一個是假的 尤其有關王定宇的爆料絕對不是P圖 我所講的都是事實 每一個都經得起考驗 然而他發現昨天下午2點左右 一直有聯繫的消息來源 對方的LINE帳號註交 大頭照消失聯絡方式都不見了 前一秒還好好的跟我聊天 但是下一秒就消失了 他覺得消息來源被施壓了 只有律師或是有政治力介入 並且認為這個事情非常的骯髒 非常嚴重 好接著帶大家來關心到的是政治消息 前桃園市長鄭文燦涉嫌貪污案 而涉嫌行賄鄭文燦的台塑前副總經理 侯水文昨天出庭 並且是當庭認罪 他感嘆說這是自己一生中唯一一次犯的錯 請求法官重新諒刑 前海峽交流基金會董事長鄭文燦涉嫌貪污案 而涉嫌行賄鄭文燦的台塑總管理處執行 副總侯水文當庭坦承認罪 並表示這是我一生唯一一次犯錯 並已有心臟病及慢性疾病 唯有請求法官侵犯 眾所矚目的鄭文燦涉嫌貪案 侯水文昨日出庭被法官審訊 是否包括林口特定區公武工業區重劃案 詢問侯水文對行賄500萬元是否認罪 侯水文當庭認罪 並承認全案過程中自己只是被告知的角色 並非主導人其中包括對要行賄所謂的公關費500萬元 只知道會去送給公關費給鄭文燦 但沒說要送多少錢 500萬元這個數字則是事後才知道 侯水文表示偵訊過程中都會配合調查 同時已有心臟病及慢性疾病為由 請求法官侵犯 法官預知擇日開庭在審理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目前人身陷精華成弊案 而前資深的柯粉網紅護理師張喬瑜 他在8月23日宣布退出了民眾黨 而他昨天更是貼出了多張國民黨黨證的照片 表示說民眾黨只會內鬥 因此他決定加入國民黨 張喬瑜在臉書貼出了多張照片 開心宣布拿到黨證了 正式加入了戰鬥欄 還說自己是中國人 不對答錯了 自己是中國國民黨黨員 黨證字號0031641101 請各位前輩多多關照 他表示民眾黨只會內鬥 也不把黨員的建議當成一回事 所以決定要加入外婆生前挺了數十年的國民黨 宣布今日起他正式加入戰鬥欄 還回應網友說民眾黨可以滅一滅了 接著帶大家來關心到的是前民進黨立委高嘉瑜 他近來遭到不法人事製作聲謂影片 以他的聲音說出我對民進黨沒什麼好感 這個爛黨真糟糕 希望民進黨快點倒台等等內容 而這個影片在抖音上瘋傳 他日前是發文怒批離譜至極 更預告說他今天會前往警局提告 高嘉瑜直言 影片又低級惡劣的內容分化 攻擊民進黨打擊賴政府 已經嚴重影響到他和民進黨的聲譽 讓許多支持者混淆甚至信以為真 對此藍尾徐曉星在立院質詢時 要求國安局等提出相關作為 國安局長蔡明健回應 有注意到網路上的這段影片 是擷取高嘉瑜1月24號參加政論節目的影片 在經過後製更變講話內容 在抖音上有一些異常賬號也在轉傳 而且IP位置是不斷的變動 比較像是專業有系統的組織在傳播 前海軍的艦長呂禮師 他近日出席中國大陸的珠海航展 大戰中國的軍武 甚至還哽咽地表示說 希望讓台灣人知道我們中國有多強 不過對此陸委會發言人梁文傑坦言 依照目前的兩岸關係條例 呂禮師他是少校退役 並非是將領 因此沒有辦法開罰 我們不可能去讚揚 稱頌這種 對岸的這種武力威脅 那一位前海軍艦長 居然可以去稱讚 對岸的強大 那怎麼對得起他 昔日帶過的兄弟兄 但是我們也要承認 就是說台灣是個法治國家 照目前的兩岸關係條例 像呂禮師他是少校 那另外一位應該是蔣成龍先生 他是尚未退役 所以我們確實沒有辦法罰他們 有一點 我現在的 我現在是 我現在是 感谢观看